在郑州开个特产店吧 他们 我这不是从农村老家 然后来到郑州了吗 这两天一直在想到底干什么 一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事情来干 因为我现在目前主要还是要接送孩子 那么今天呢 我来这个去看我哥呢 他在郑州这开了有一个特产店 所以呢 今天我就去那个特产店里面看看 看看有没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走 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他的特产店呢 就在这个楼上 在这个楼的二楼 他的名字叫玉百特莲 河南百姓特产专卖 主要是卖特产的 我们进行看一下 他的一楼这下面这里是有超市 然后是个农贸市场 在这个里面呢 现在他这个农贸市场呢 一楼是卖蔬菜还是肉之类的 他们的店铺呢在二楼 我们现在坐这个电梯上去去二楼看一下 二楼的话 它是这是他们的门头啊 这门头就在这个店里面 现在我们进店里面看一下 我看他们现在都正在忙着了啊 这个这个现在还有生意 有哥在这对账呢 那我们现在就往里面去 往里面去看看里面 都卖什么东西 带大家先简单的看一下 这里面还有玉制菜啊 然后前面这个区域基本上都有特产 我看都有特产 这里面都是一些特产的礼盒 这个地方我看到蜂蜜了 看一看 因为我经常卖蜂蜜 所以说这对蜂蜜比较关注 这是一个赵氏蜂蜜 赵氏蜂蜜 它这个这个是蜂蜜啊 这个是一个蜂蜜 里面装的是两大盒一小盒 这个盒是一斤装的 基本就两斤多 两斤多 这种盒子还是看起来是可以的啊 这是王屋山太行的啊 太行的土蜂蜜 这边是一些大八架 这哪里的这个 这河南的霍辣汤 嗯 霍辣汤 这是在河南是比较出名的啊 河南霍辣汤 道口的烧鸡 邓城的猪蜜 嗯 还有一些牛肉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开封的吧 开封的花生酥 开封的菊花酥 这应该都是开封的东西 山药 山药 山药应该焦座比较多啊 焦座的山药比较出名 这还有信仰的茶饼 这个什么 这是平顶山的 平顶山的这个圆月饼是吧 东坡饼啊 东坡饼 他们在这装礼盒 这些都是客户挑的礼盒 看他们这基本都是河南的特产 然后客户就选了这个礼盒 礼盒然后装到这个袋子里面 选个这个十几个 或怎么样 自己来选 选了之后可以直接装这个袋子里面 这也都是发货的 这个生意看着还行 现在正在分装 这样的大礼包我觉得还比较实惠的啊 自己来选选个十几样 十几样装到里面 还可以啊 这个红色袋子 哎呀终于忙碗了 哈哈你这一项目看着猛怪很有 哎呀那反正是有数他就是这样的 有数他认夺的时候他就扎嘴 有数他没有认动术 他就愣愣请请来 可战点就是这样 啊这个是我啊 这个是我哥啊 我亲哥 因为这个看过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我的视频当中很少体验他 因为他在这开店 所以呢这个很少回家 也比较忙 今天我们就来到这个 我哥他们开的这个特产店里面 带大家看一看 这里面都卖什么 走能转转吧 走 啊好大家好啊 就是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咱们家是 河南18迪士特产转卖 就点了一边 咱河南生的18个迪士的特产 啥都有 简单带大家转一下 呃可以看一下这边 就是这边下边这些架子都是一些 三的 然后上面的一些都是咱的一些特产 的一刻 呃这边是在糟一类的 都知道咱河南行政打造比较好 浩翔尼的各种的东西基本都在这 然后这一块是在那个 咒河的牛肉 平顶山的牛肉 往这一块是在那个 岸阳的岛库韶节啊 在河南这个韶节 就是岸阳岛库韶节 呃成为中院第一集 然后往这边是在那个整都的回面啊 然后房称的回面啊 啊胡辣唐都知道河南 找河南独立对外胡辣唐啊 对外回面啊 胡辣唐一回面这肯定是受不了了 咱平中也比较劝啊 往这一块就是在那个 呃 裸样的啊牡丹叉啊 还有牡丹自幼 呃这边是在角座的 角座的一些特产 赞都知道角座跳舞山要比较出名 然后角座 对角座的话 还有这个云叉山的比目巨 呃 台风的 然后这个大观绝叉 然后往这就是 在那个 不管有闪耀啊 角座闪耀还有闪耀分啥来 因为闪耀灯灯啊 因为闪耀现在左的这个冬地比较左 闪耀可以说是在这个河南 最治病的偷特产之一 琴祥的黑米醋 这个黑米醋可以直接合它 鸡卷的网络山的蜂蜜 啊包括这边是在那个 啊猪窟的特产啊 龙虎糯米油 黄花菜 芝麻盐 然后铺养的啊 然后这个收工工业挂的 然后这个架子是按 竹马店竹马店的这个 肖默享用啊 肖默享用的话 在竹马店这个行方小 又可以说是全国都是出名的 然后往这就是一些 闪珍类的 闪珍类主要就是在鹿市的 这个阳陆军啊 因为鹿市闪行水秀 他的在这个 阳陆军在这一块 是比较受欢迎的 包括这个华国啊 嗯对咱那香菇比较好啊 对咱这边就是咱店里上都有 嗯 往这儿就是一些养生的一点 往这儿就是咱那个 在我们看到生活用品吗 对啊对那边有一些生活用品 这边就是一些杂粮之类的 小米啊附近小米 豆粥油茶 撒汤这都是永成的 然后往这儿你看有这个 这个也不错啊 南洋的小米晃丘啊 这个小米晃丘 你看看 嗯 这边一些 这些架子就是适合咱那个出差 房友的一些一些客户 哎 走的时候想带一点小特产了 小零食了 这些架子上这些全部都有啊 刚我哥呢就带我们来转了一下 这个店里面的整体情况啊 他这个店的卖的是 河南的108线的特产 那么他达到就是百线好特产 那么整个这个里边就是可以买到不同的 地方的特产 那么现在这种特产可能我在外面看着 我们大家在外面看着就是 他有卖特产的 但他卖的特产比较单一 货品比较单一 那么这个就相对来说就是说 你到这里可以一站式都可以卖完 所以这种我觉得开这样的特产店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 有一定的优势 有一定的优势 那么如果说我要做特产 其实我觉得现在目前这种 要么就是什么 要么自己开店 但是呢就是他这种店铺就是最大的开销在哪里啊 在于门面 因为门面的话 根据你的门面的大小要求 你开太小的门面还不行 因为他的货品比较全 但是大的门面 你的房租就会比较高 另外点就是说这种 这种可能他卖的就是平时 这个平时可能说销量可能会低点 但是过节的时候销量会比较高 因为过节的时候送礼他会比较多 所以呢这就是这个门面的这种店铺的特性啊 但是我觉得其实要想做其实可以做啊 那么还要么自己开店 自己开店可能就有风险比较大 投的比较多 但他的货品不怎么压啊 货品基本来说都是按照你的销售 然后给你来结款都行了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其实那现在那么简单就要么自己开店 要么就合伙开店 要么还有一种是什么 就是供货 说到供货 其实我觉得供货其实是可以的 为什么 你像像我们这个领宝的苹果啊 然后一些我们楼市的香菇啊 楼市的核桃啊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些倒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到底怎么来做 怎么来操作 其实还没想好啊 朋友们如果有好的建议 可以呢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啊 出谋划策一下 因为我现在目前确实时间不太固定啊 因为需要接孩子确实这个这个 想像做一些事情可能有一定的限制 思考一下吧 好了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